干什么 抓人 抓什么人 蓝大兴 蓝大兴这个狐狸 看来是靠不住了 我得另某条出路 我谢德昌 绝不会困在你蓝大兴这个破山庄里 一定要人去那边 把每个地方都给我好好地搜一遍 是 是 把人给我来 一路 一路 眼神 里面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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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那个院子 我好好地松一点 是 是 你得逞 放开我 放开我 没想到吧 押押去 是 是 走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危机你在何处 人在何处 在里边 把他给我押回去 是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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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人 如果没有别的事儿 下官就先告退了 下去 是 等 等 等 刘大人 本先查了一下 蓝大新购买罗承为氏翻田 那个时期 好像罗承县和柳承县 都没有支县 是不是这样 哦 余大人 柳承县是这样 罗承下官就不知道了 哦 两个县都没有县令 当时罗承所有的事物 是由县城胡安芝掌管 那柳承县是否 也是由刘大人掌管 柳承当然是由本县城掌管 哦 原来一模一样 谢谢刘大人 徐大人 我先走了 哎 等等等等 刘大人 本县啊 还有一件事情 要当着二位大人的面 抢一下 好 于大人请 我今天来柳承县之前 我已经下令江湖安芝 抓捕了 于大人 敢问这胡安芝 是犯了什么罪 胡安芝 当年参与了柳承县 蓝大兴购买为氏番田 土地的整个过程 而且 他曾经承诺过 说只要为氏能拿出六千两银子 他就能帮 为氏 将那三千亩番田赎回来 但条件是 要给他一千两银子的好处费 曲大人 柳承县衙土地侧布上 是不是只有蓝大兴购买为氏番田收入的记载 没有支出的记载 应该是这样的 罗承县衙的土地侧布上 也是如此 两个县如出一辙完全一样 我就想问一问 刘青和刘大人 柳承县衙的土地侧布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跟我罗承县衙的土地侧布 记载的一模一样 刘大人 今天你就当着我和于大人的面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刘先生 你看一下 为氏 你可以退下了 是 周大人 来 看看 他 跑过来看看 怎么样 属实吧 按手印 刀笔小丽让你按手印 济阳 赶快把霍安芝的供词送到柳城交给于大人 好 来啊 在 把霍安芝库押下去 是 来 走 退堂 刘大人 不要 刘大人 好 对了 你来 马上 你来 说 余大人 谢德山姓务卿我给您带回来了 还有被谢德山绑架的人质 我一见你也救出来了 好 赶紧 胖了 谢老爷 久违了 余成龙 你也别太得意 你会有人替我慢慢收拾你的 你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罗厂 大胆 跪下 徐大人 可以升堂 升堂 升堂 开门开门 快开门哪 开门哪 快开门 看这个人慌慌张张的样子 像是沈州那边出了什么事 咱们可要盯好喽 明白 是 老爷 我是逃出来的 大兴山庄就逃出来我一个人 谢德昌和谢永青 都被余成龙的捕快和牙医带走了 咱大兴山庄 都被雷翠庭的人给查封了 什么 谢德昌抓到大兴山庄来的 罗城为师的女儿 也被余成龙的捕头雷翠庭 给带走了 老爷 这可怎么办 那谢德昌被抓起来 还不得一股脑把什么都说出来啊 你在山庄 可曾看到罗城支县余成龙 没有 一个船官服的人我都没看见 看来啊 余成龙是到县衙去找曲九万 老爷 那曲九万那里会不会 曲九万受了谢德昌的重礼 我想他不会不管 否则 他也脱离不了干系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们家 现在一定已经被余成龙的人监视起来了 起来 我们换一下衣服 谢德昌 你抵抗是没用的 余成龙 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一句你想知道的话 你会说的 你什么都会说 余成龙 你太小看我了吧 玩江湖 你太嫩了 曲大人 我得在你的大堂上用行了 雷泽亭 在 来人 在 是 余大人 要不 神神在用行 徐大人 谢德昌与我余成龙啊 早有交情 我来罗城上任的时候 他早早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了解他 不用行啊 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是 雷泽亭 准备用行 准备用行 是 余大人 我来了 柳建阳来了 就肯定是好事 请 有好消息吗 余大人 这是胡安芝的供词 他全部都抓了 余大人 你也看看 余大人 你发话吧 你的地盘 你来 来人 在 把刘清禾给我拿下 是 是 过来 对下来 雷泽亭 在 速速前往柳城蓝大星家 把蓝大星给我压到这儿了 是 跟我来 是 余大人还真是雷厉风行啊 我雷厉风行不行啊 早让他们跑光了 此刻那蓝大星会不会已经跑了 他跑不了 余大人 我的人早就把蓝大星的家给监视起来了 他往哪儿跑 想不到余大人竟有如此霹雳手段 我不霹雳他们 他们就会霹雳我呀 佩服 佩服 我 我不会亏待你的 谢老爷 我走了 谢德昌承要被宜成龙抓住 就会把什么都说出来 杀害罗城之县 我送他五万两银子 贿赂七九万的事 不等于成龙用刑 他就全都给说出来 谢德昌要是把这些都说出来 那你怎么办 夫人 眼下只有一个人 他就是七九万 只有七九万能救我们家呀 夫人 如果逃不出去被宜成龙抓住 我就逼死无疑了 老爷 你听我说 如果我落到宜成龙的手里 你千万不要试图去救我 就是救不出来的 但有一个办法 可保全我 兰家的产业和后人 什么办法 利用曲九万 谢德昌 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 只要我不承认 给他五万两银子贿赂七九万 怕余成龙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相信 曲九万也绝不会承认 谢德昌拿五万两银子贿赂他的事情 老爷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不承认还有什么用啊 哎呀 妇人之剑 只要曲九万不出事 我成为是那三千亩藩田 于成龙他就要不回去 那些土地 永远是我兰大兴的产业 老爷 再多的土地我都不要 我就要你没事 你听我说 只要能保住我兰家产业 保住我们家的后人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快 跟上 快 快跟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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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不好了 老爷 怎么了 于成龙 于成龙把咱的宅子全都围起来了 你说什么 于成龙把咱的宅子围起来了 谁都走不了了 老爷 老爷怎么办 怎么办呢 完了 完了 咱们谁都走不了了 是 过去 李大人 曲大人 我把蓝大兴带来了 非常好 给蓝大兴上新剧 来人 是 来人 是 孙婷 在 先给谢德昌用性 是 用心 是 我找 我找 我什么都找 谢德昌 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于大人 是 上一任他 裸成王之险 就是蓝大兴故我杀他 杀他不是我的本意 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继续交代 是 岳大人 我刚躲到柳承县的时候 我给 我给曲大人送过五万两银子 余大人 你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骗你 银子 银子是蓝大兴给我的 是他 是他让我买通取九万 他说 在柳城只要买通取九万 我就 我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蓝大兴 可否有此事 你给本县如是招来 余大昌 你交代完了 余大人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谢大昌 你说本县收取了你五万两银子 谁能证明 这 物质 物质 证何在 谢大昌 你说 居大人收了你五万两银子 当时还有何人在查 没有 大胆贼寇 杀人越获已是死罪 居然还敢污蔑朝廷命官 你是何居心 余大人 这贼寇不知受了何人指使 污蔑本官 收取了他五万两银子 可此事既无人证也无物证 实在是荒谬之极 本官 恳请余大人 即刻带着你的人 把我的县衙里里外外 连同后衙一遍 仔细地搜查一遍 如果找到那所谓的 五万两银子 本官愿意听候朝廷发落 如果找不到 还请余大人 还本官一个清白 好 来 再听 在 将这四名重犯 给我押回罗城 打入死牢 是 居大人 拿本宪就得罪了 余大人请 走 周先生 柳先生 这次余大人能把谢德昌一伙抓捕归案 那可真是把我心中积压这么多年的一股恶气给吐出来了 余大人不是说了吗 要一举成功 我和周先生啊 我和周先生啊 我们这两个刀逼小吏 审欢之审的那也很成功 那叫一举成功 是一个刀逼小吏 是一个刀逼小吏 好了 你们都不要再说话了 让我自个儿再捋一捋 这个案子的确复杂 里边的关系绕得很 罗城为室一家 罗城为室一家 因为躲避战乱离开了罗城 前朝晋江王赠予他们的三千亩樊田就撂了荒 柳城乡神蓝大兴盯上了这三千亩樊田 就设法勾结 柳城县城刘清禾和罗城县城胡安芝想设法霸占 但是此举遭到了来罗城上任不久的 王之县的断然拒绝 据胡安芝交代说 王之县认为 这三千亩樊田早已是属于 为室一家的私产 不应该再化为前朝的翻产 所以蓝大兴想霸占土地一世 就走入死糊涂 失去了希望 但是事在人为 就在这个时候 胡安芝想到了 在罗城九万大山里 占山为王的谢德昌 于是他把谢德昌 介绍给了蓝大兴 蓝大兴结交谢德昌之后 花钱雇佣谢德昌 残忍地杀害了 刚刚到罗城上任 不到两个月的王之县 蓝大兴就顺利地 将这三千亩樊田 据为己有 胡安芝和刘清禾 利用各自临时支撑 雅鼠的权利 以县雅的名义 为蓝大兴出具了 购买土地的首起截票 但是在县雅的账簿上 却没有入账的结果 于是这六千两购买土地的银子 就堂而皇之地 进了胡安芝和刘清禾 个人的腰包里 谢德昌被我们围剿之后 就逃到了柳城 躲在了蓝大兴的家里 蓝大兴为了自己的利益 给了谢德昌五万两银子 让他去贿赂取九万 吁大兴 你在取九万的大唐和厚牙里 不是什么都没搜到吗 的确如此 取九万虽然年轻 但是处理这种事情非常老道 没有留下任何宗司马迹 这家伙的确狡猾 这回啊 是让取九万逃脱了 你没有物证 也没有蓝大兴的旁证 只凭着谢德昌一个人的供词 你是治不了取九万罪的 这件事也只能到此为止 是啊 这件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 你们觉得我刚才说得清楚吗 清楚 非常清楚 案子已经破了 案犯也已经捉拿归案了 你现在在讲案子的来龙去脉 有什么用啊 是想自己过过瘾 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吧 清阳 你不想也过过瘾吗 我过什么瘾呢我 案子又不是我破的 只有破了案的县太爷 那才真的想过瘾 我们能够把罗承县和柳承县 最大的几个恶人 一起抓捕归案 难道还不该过瘾吗 周先生 明天我们就升堂 断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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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他是为了保我 保你 可他自己会被虞成龙判处死刑的 对 这正是蓝大兴的过人之处 也正是他识时务的地方 虽然他会被虞成龙判处死刑 但只要他保了我 我就能帮他保住家产 和罗承为氏那三千亩番田 不被虞成龙收回去 你怎么才能替蓝大兴 保住那三千亩番田 不被虞成龙收回去呢 虞成龙一心只想帮为氏 把番田要回去 可他根本不懂朝廷 在这方面的有关律令 别看你虞成龙活到了这个岁数 可在官场上 你还嫩了点 依照大清律令 凡有俸禄的官吏 月凤一代以上场 瀚赃八十两将处于绞刑 修后奋斩 瀚赃一两以下 账七十 瀚赃一两只窝两者 账八十 我有俸禄之人 可月凤不足一半者 瀚赃一百二十两 将处于绞刑 故意屠材害命杀人者 斩立绝 罗承县 古风铃匪首谢德昌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绞刑 当场之心 好啊 太好 真是大费 罗承县古风铃匪首谢永卿 犯劫持人之罪 故意杀人罪 处于绞刑 当场之刑 好啊 这就是看 罗承县县城胡安之 犯贪赃罪 故意杀人罪 处于绞刑 当场之刑 柳承县相生兰大兴 应犯故意杀人罪 恶意侵占他人土地罪 判以绞刑 当场之刑 柳承县县城 刘清禾 犯贪赃罪 判处绞刑 当场之刑 太好了 太好了 轻贪 不 vibet 展县拳 人罪押入�前方 市民产人 想见 持人 结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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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走 走 走 杀了他们 走 走 杀了他们 走 走 鲜鸭 吵着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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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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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我 杀了他 杀了他 宣为氏姐妹上堂 宣为氏姐妹上堂 走 为氏姐妹 本县已将 恶意侵占三千亩翻田的庶民罪犯 已与判决 本县现在宣布 位于罗承县和柳承县交界处的 前朝晋江王的三千亩翻田 如数 交还你们为氏姐妹所有 罗承县衙和柳承县衙 不得以翻产变价之规 再行收取任何非语 谢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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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可选 谢于大人好像没想到我回来吧 没想到 谢于大人应该想到的 应该想到 你忘了 谢于大人 这为氏翻田一案 可是广西巡抚金光组金大人 亲下御令 要求柳城县衙协助罗城县衙 共同审理的 余大人不必夺心 你我同为七品之县 我哪里敢怪罪余大人 只请余大人 赏我一个座的地方就行 好 来 给曲大人上一把椅子 是 曲大人 请坐 余大人 这里是罗城 余大人才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 好 那就 请曲大人 谢余大人 为氏姐妹 你们可以退下了 谢余大人 谢余大人 慢 谢余大人 谢余大人 为何不让为氏姐妹退堂 余大人 为何不让为氏姐妹退堂 本案位于柳城与罗城县交界处的那三千亩土地 不属于为氏的私产 你不可如此轻率地判给他们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三千亩土地并非为氏姐妹的私产 我说那三千亩土地并非为氏姐妹的私产 为氏 为氏我来问你 你可有前朝静江王当时赠予你家土地时的全部凭证 有 当然有 为氏的证据全部在卷宗里 余大人你请后悔 可这前朝静江王的凭据又能说明什么呢 能说明什么 能说明这三千亩樊田早已属于为氏所以 余大人 可这是前朝静江王自己手输的一份凭据 并非官府出具的正式凭据 余大人 静江王亲手写的凭证 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据 请余大人 看看我柳城县衙土地侧布上 对这三千亩樊田是如何记得的 把侧布呈上来 是 余大人 这个情况 本县了解得很清楚 那么请问余大人 这三千亩土地是否仍然注册在前朝静江王府的名下 尽管如此 但这三千亩樊田早已属于为氏一家村 是 余大人 不知 但是静江王赠于为氏土地时 并未在官府 办理过户的变更手续 所以这三千亩土地 如今应该仍然属于前朝的翻田 既是前朝的翻田 就应按照朝廷现行翻产变价之规定 来处理 什么是翻产变价规定 余大人 朝廷的翻产变价明文规定 无论是前朝的公田翻田 还是无人耕种荒弃之田 任何人都不得无偿占有 官府应该暗制论家 卖给有意耕种之人 徐大人 我们姐妹为了状告完大兴 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 就连自家的房产也都卖掉了 如今 我们哪里还有钱来购买土地呀 你们是否有钱购买土地 与我们现在所异之事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就没有关系了 那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现在你却要让我们拿钱来购买 大胆没事 尽管在大唐之上与本官胡搅完产 跪下 徐大人 我们不是与你在胡搅蛮缠 我们是在从你讲当里 来人把这两个女人押下去 徐大人 为师姐妹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周大人 余大人 我们现在所异之事 已经远远超出了 为师土地一案的范围 能否请余大人 让这两个女人速速退堂 为师姐妹 你们暂且退下 是 是 徐大人 罗城土地侧布和柳城土地侧布上的记录 虽然是事实 但是这三千亩翻田 在二十年前早已成为为师姐妹的私产 这也是事实 余大人 还有一个事实 听见 你刚刚破获的柳城县香绅蓝大兴 侵占为师三千亩土地的案子 你不会已经忘了吗 请问余大人 蓝大兴是如何侵占为师姐妹那三千亩土地的 蓝大兴是花了六千两银子 从官府购买的那片土地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那三千亩土地 并非为师姐妹的私产 而是前朝遗留的翻田吗 余大人 你能够秉公执法 将谢德昌 蓝大兴 刘清禾 胡安芝 这起官匪官商勾结的贪腐案件 一举破获 但咱面对这三千亩翻田 到底是私产还是翻田的时候 却又会如此的没有原则 本先并非没有原则 因为我余成龙坚持的同样是事实 那三千亩翻田 在二十年前早已成为为师的私产 余大人 既然此事 你我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和争议 我建议将为师翻田一案 送报广西巡抚衙门生 我做错了 你那些事实在表现 对了 我又要再保护了 你还不破坏 我怎么做 你这条上是什么 就是我 那又把权子划了 没有 是在养军的 我相信你 那我 Brothers 我就是那些所谓的 我可注意 我认识 很好 走到任何地方 只有官府出局的凭据 还能够作为证据 无论是巡抚衙门还是朝廷 都不会把官方的记载 当作儿戏的 于大人 我劝你不要感情用事 在蓝大星胡安芝那起案子里 谁都知道维氏姐妹 他们是受害者 但面对现在这三千亩翻田 谁知道他们是受害者 还是别有用心着 徐大人 感谢你的提前 本县并非感情用事 只是尊重事实 既然如此 就请于大人 将这起案件 送报广西巡抚衙门 做最后的判决 好 本县就接受 你的建议 将此案交于 广西巡抚衙门来判决 杰阳 在 让玉林备车 是 徐大人 你是否跟本县一起 去广西巡抚衙门呢 有 过了 余大人 我回柳城 静候巡抚衙门的判决结果 好 那本县就为一人前了 余大人告辞 告辞 你怎么还不站起来啊 你跪着干什么 辅台大人看完卷宗 下官再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你也不是坐去吗 你怎么还不站起来啊 谢佛台大人 这座梵田案办得不错 挺迅速啊 挺迅速啊 该抓得也抓了 投资 该盼了也盼了 是 大人 挺好 韦氏 你们姐妹两个人先下去吧 是府台大人 是府台大人 府台大人 下官把韦氏姐妹带来 就是想让他们 当着府台大人的面 陈述一下事实 衙姨们 你们也都退下去吧 是 府台大人 下官不知府台大人为何 将人都打发下去 于大人 你在罗城这几年干得不错 我作为巡抚 也很欣慰 你知道吗 我很看重你治理地方的能力 罗城这几年 在你的治理下 确实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个为了逃避土匪压榨的百姓们 都已经陆维回到自己的家园 安居乐业 事务农田 过着安稳的日子 不错 说实在的 我这巡抚 真是一个感谢你 不不不 下官作为罗城县的父母官 只是做了一点愤怒之事 你干吗自签呢 你在罗城的政绩 都可有目共睹嘛 是不是 我今天 主要是想和你说几句心里话 下官 愿听府台大人叫唤你 坐 那下官不敢 我叫你坐 你就坐嘛 你现在是功臣 坐 谢大人 于大人 你知道吗 康熙皇上 虽然已经清政 但是朝廷的大权 依然掌握在 敖拜这帮人手里 朝廷的情况 下官知道一些 刚开始的四位守抚大臣 现在就剩下两位了 一是厄比龙 一就是敖拜 厄比龙他是什么人哪 他是个无所事事 浑浑噩噩 只能一心听从敖拜指使的人 他看着敖拜眼色行事 敖拜 竟会如此张狂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纳盘打击异己 凡是顺从他的 那就要亲近升官发财 不顺从他的 那就要打击报复 如果跟他一见有相左的 他会较之处决 老败 不仅在产出异己上 那手段非常残忍以外 他在抢夺经济利益上 那也真是毫不手软了 就在康熙五年 就仅仅为了他义旗 义人之力 以及他那个利益集团的需要 抢了大量的土地 他脚趾下了一道换地令 这一张换地令 把所有各企贵族的 最好的土地 都换到他的名下 都换到他的利益集团名下 那各企的贵族怎么办 那只能忍气吞伤 去耕中那些 强行被敖外换来的 最贫瘠最荒芙的土地 那这朝廷 岂不成了敖外一人的朝廷了吗 敖外啊 还有一个侄子 他跟你于成龙 于大人 是最熟悉的 就是卡尔齐 他就是仰仗在敖外手里的权力 就能在永宁大肆圈地 附太大人 那卡尔齐 就是因为下官和周睿和周大人 以及众乡亲的反抗 才被朝廷处决 其实这个事我早就清楚了 用您圈地一事 我在认识你以前 我就听说了 附太大人 刚才附太大人之言 让下官听得心惊骤跳 于大人 我今天在这儿跟你说的一切 也只能在我这巡抚大堂 我说说你听听而已 出了这个门 我可是什么都没说 下官明白 下官绝对不会像第二个人家 附太大人 罗城为氏翻天一案 到底该如何处置 为氏送来的诉状 还有你拿来的那些个卷宗 我都看了 我看根据你的意思 你是想把这三千亩翻天 归还给为氏 是这样的 附太大人 只是 曲九万曲大人的分歧 你和曲九万的分歧我知道 那辅台大人是什么意思 曲大人的坚持是对的 曲九万是对的 那为氏提供的证据 难道就不算数了吗 当然不算数了 辅台大人 下官在来巡抚衙门之前 听到一个传闻 说朝廷又下了一道 关于前朝宫田和翻田 处置的新的规定 下官在来巡抚衙门之前 不知是否是真的 对啊 是有其事 朝廷的诏书 已经发在我这儿了 你想看 庚明田 对 朝廷的新政就叫庚明田 付财大人 庚明田上的规定 不是正和下官处理 为氏一案的方法 如出一辙吗 皇上也要求 把前朝的公田和翻田 无偿地赠送给那些 没有土地 和购买不起土地的百姓 庚明田就是这么规定的嘛 皇上也是这样的 你这么考虑的嘛 那府太大人为何 不让下官把这三千亩翻田 交给为氏 余同仆 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 我给你捡了熬败的事项 下官确实不知 就是一个赶面证 那庚明田 那是康熙皇上 根据全国的具体情况 出现的新政 为了府民而推行的 可是这个新政呢 遭到了熬败的一帮人的 也坚决地反对 他千方百姬阻挠 新政实刑 新政发下去了 他就执行不了 原来是这样 余大人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让你 把这三千亩翻田 退回给为氏 原因就在这儿 余大人 你呢 做一个七品之线 能够体谅百姓的疾苦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处理问题 说实在的 我真是应该从心里支持你 但是 如果事情按照你的做法 把这三千亩翻田 退回给为氏 我是替你担心 会遭到熬败这帮人致命的打击 福太大 当年下官带头 阻止卡尔齐全递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惧怕过熬败的打击 我佩服你的勇气行了吧 你现在不是一介不易 你现在是罗朝的支线 身份跟过去有所不同了 说实话 我不同意你 处理翻田的为氏一案 我不同意 你对为氏那个翻田案的处理方法 是 我自己是有私心 我主要是不希望你在任职上 造成很多的麻烦 就为了这件事情 毁了你自己的前程 福太大人 我说那些话 你好好想想吧 说心里话 我还是特别拥戴皇上的庚明田啊 可是好的新政 他执行不了啊 就凭着你这么一个七品芝麻官 你想开这个仙盒 好吗 容易吗 下官真没想到 在这个天皇帝老远离金城的罗城 居然也会受到熬拜的指引 这就是现实 今天宗室已经完毕 散了吧 乌国万大岁万大岁 万大岁 好 明珠 奴才在 朕想见见陈宁静和熊四旅 是 皇上 朕知道 自从被敖拜关了这洪德殿之后 不许陈廷禁跟熊四旅继续给朕试讲 朕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两位先生 朕很想他们 皇上 皇上 朕 明珠 朕想让你去给朕办一件事情 奴才愿听皇上差遣 你去把陈廷禁跟熊四旅给朕请来 朕要他们继续给朕试讲 奴才倒是愿意把陈廷禁和熊四旅请来 可是这事万一让老外知道了 老外会置贪二人罪的 那就算了 皇上 皇上 奴才有罪 奴才有罪 你们两个都先起来吧 皇上 微臣要不去看看陈廷禁 微臣知道 皇上还是想让陈廷禁 继续为皇上试讲论语 其实正是想看看陈廷禁的先生 邢祭堂邢先生住的论语别墟 可惜听陈廷禁讲 说那论语别墟已经送给玉成龙了 皇上 罢了 回宫 起来吧 母亲 穌丫 天彩 你说 depths 毕丫 孙岚 静阳 我哥和老爷呢 老爷和玉琳去桂林了 啥事啊 你过来看看 孩子发烧了 烧得很厉害 这么烫啊 玉琳别急啊 我找人过来看看